嗨 大家好 我是赛雷 最近来了很多新的小伙伴 他们在看了雷雷许多以前的内容后发现 广告恰饭的内容非常少 但是正片却从不停更 就很好奇 雷雷究竟是怎么赚钱的呢 毕竟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 几乎日更的内容 背后是雷雷整个团队日夜不歇的运转 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 团队肯定是撑不下去的 难道赛雷的团队都是用爱发电 不食人间烟火的吗 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曾经有过很艰苦的创业经历 最难的时候 每天就吃一碗方便面筋池 但是我不可能让跟着我的小伙伴们 也靠吃方便面度日 所以我在很久之前 就制定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计划 希望有一种健康的盈利模式 既不让观众朋友们反感 又能让雷雷有钱给团队发工资 多发广告肯定是不行的 虽然偶尔的恰饭 雷雷都会受到爱的鼓励 比如雷雷终于恰账犯了 不怕你饿死了 但是广告终究是广告 多多少少在内容制作上 会受到甲方的干扰 对于雷雷这种创作者来说 其实是非常难受的事情 而且偶尔一次 两次的广告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一旦为了维持生存 广告数量多了起来 是会极大影响观看体验的 所以雷雷一直以来 不是没有广告邀约 而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尽量纯粹 纯净的观看体验 主动推了很多广告 比如前阵子的海星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而在平时 雷雷每周每月都要推掉不少广告 但是经费在燃烧 总得有一份收入来填补 熟悉雷雷的老粉丝都知道 这份收入就来源于 卖书 这本刚刚上线的 再来三分钟漫画世界史三 就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世界史三是一本古文明大群 从人类文明的火种苏美尔 到西方文化的摇篮古希腊 再从梦里的空中花园古巴比伦 到强大的征服者古罗马 一本书带你领略 国外那些曾经辉煌灿烂过的文明 通过阅读这些古文明历史 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 去到了他们所处的年代 更加清晰地感受到 世界历史滚动的车轮 楔形文字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是为谁而建 曾经强决意识的波斯帝国 又是如何轰然倒塌的呢 还有神秘的海洋文明 亚特兰蒂斯 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海底的世界究竟 还藏着什么秘密 这些问题 这本世界史三 都会给到大家答案 想要购买的小伙伴 可以在天猫 京东 当当搜索 载雷世界史关键词 就可以找到 累累的新书了 天猫认准天猫店 京东认准自营店 就能保证正版书员 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 累累一定会继续努力创作 为大家带来 更多 更好的内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